你们知道朱元璋和他的开国功臣们 都住在南京的什么地方吗 点赞收藏跟我走 朱元璋在没有当皇帝之前 做吴王的时候住在王府园 所以王府园前面还有一条路 叫旧王府 他当上皇帝之后就住在了明故宫 中山王徐达住在湛园 除此之外 东边的白鹿州和西边的胡家花园 以及墨仇湖 都是徐达家的产业 徐达死后被朱元璋赐葬东山之音 就在今天的板仓街 开平王常玉春住在常府街 大概的位置就在今天的九年堂小区 史书记在常府花园里面 有九口香年的池塘 并且种有荷花 看来九年堂小区开发商 也是一位历史爱好者 常玉春死后被赐葬中山之音 板仓街就在今天的富贵山隧道口上面 西洋王李文中住在尼府街 旁边不远就是今天的南行 李文中既是朱元璋的亲外审 也是朱元璋的干儿子 占一职仅次于徐达和常玉春 位列大明王朝第三盟将 李文中死后同样被赐葬中山之音 板仓街 东欧王汤河住在信府河路 因为汤河曾经写信给还在当和尚的朱元璋 让他来参加红金军起义 才成就了朱元璋的大明江山 所以后来被朱元璋封为信国公 信国公府旁边的河 因此也叫信府河 宁和王邓玉住在邓府巷 王府的大概位置就在今天的长江路9号附近 他死后被朱元璋刺葬邓府山 也就是在今天的安德门地铁站旁边 韩国公李擅长住在尼府巷 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的刘伯温 当年就住在南京的市中心 德基广场附近 其实这个地方原来还有个老地名 叫做刘军师桥 可是现在城市开发 这个地名已经找不到了 据说以后有机会还会再恢复的 梁国公蓝玉住在蓝园 前面这一片也叫蓝家庄 原本是蓝色的蓝 后来传着传着就传成了蓝花的蓝 除了明初的这些开国功臣之外 还有永乐年间的大航海家 三宝太监郑和住在马府街 所以旁边有一个郑和公园 包括老下官的天卫宫 也是郑和经常去的地方 靖海寺也是他晚年住过的地方 宝船厂更是他战斗过的地方 汉府街是朱棣的二儿子汉王朱高旭 住过的地方 具体的位置就在今天的总统府 延宁巷是常玉春的十二世孙 怀远侯常延宁住过的地方 陈哥老巷是明朝崇禁年间 东阁大学市陈国祥住过的地方 你们还想知道南京哪些地方住过哪些名人 欢迎评论区留言 祝你 字幕提供